第五波疫情到現在 政府有很多相應的政策 我們爭分奪秒同抗疫 會和大家一起緊貼疫情和政策的發展 這兩天當然繼續有很多大家關心的新聞 但作為家長依然留意著 究竟患這個新冠病毒 懷疑有變種的情況是否真的 今集我們找來兩個24校爸爸 就是陳山聰和胡樂盈 多謝你們 Hello 和我們一起關注一下 我知道Emily是我們今天找來的 疑科的專科醫生和我們一起聊 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問Emily Emily 你好 觀眾都很喜歡聽你的分享 現在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究竟這個新冠病毒 是否懷疑有變種 而特別是專門攻擊小朋友 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在目前來說 政府的同事和我的很多老師 很多教授 其實是很努力地了解 那三個個案是有什麼事發生問題 目前我們知道他們有一些 腦方面可能有病變 其實以往來說 流感疫苗的時候 流感爆發的時候 我們曾經見過的 所以它可能在這些比較 罕有的個案上 可能會出現小朋友 比較急速的病情變化 病情變化最主要就是 我們要針對 它是有個發炎在腦裏面 不如你說一下 怎樣去觀察到他們的腦 可能會受到病毒影響 這樣的 我也有個電話 我們的電話 有時會很熱 熱到很熱手 你也會放下它一會 當你放下電話的時候 你想檢查它便檢查功能 檢查一下功能 檢查一下功能 是否可以 你當作小朋友 便有個電話 iPhone 小朋友正常的功能 便可以和你玩 遊戲 譬如我們很常見 我們儀科醫生很喜歡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很漂亮的電視 我們很多時候 你看看 眼影 看看那個小朋友 究竟他有沒有跟著你 給他的東西 那個眼神走 他平時很喜歡的東西 這個玩具 看到很軟的 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我們比較著重 照顧 在這個方面 難得觀察的應該是嬰幼兒 例如零至三歲 那些 所以溝通到的話 有方法是眼神 他的注意力 以及他對飲食的狀態 注意力來說 就是你給他最喜歡的玩具 他有沒有看 他有沒有有個表現 有沒有喜歡的表現 還有他有沒有想遊戲 這個心態 因為如果一旦 小朋友是很疲勵 你要分得到 他很想睡覺 那種真的睡覺那種 你一招醒他 就彈起來 很精神 但是一個其類的小朋友 如果他是很不精神 他是很難招醒 你推他 你叫他 你給他東西看 他可能看你兩眼 然後就睡 看你兩眼 睡 那麼我們下一步 作為醫生 我們首先要判斷 究竟他是紛紛欲碎 有一點點像迷糊的精神狀態 還是真的睡覺 所以這裏 爸爸媽媽不要因為小朋友在休息 你就由得他休息 我們是需要確定一下 他是進入睡眠的狀態 那種休息 還是真的疲累那種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爸爸媽媽擔心 不是早上這些時候 是晚上 最常見 為什麼晚上家長會想衝急症室呢 因為晚上的身體是熱一點的 正常都是暖一點的 所以很多時候晚上去到39、40度 家長就開始有點緊張 甚至很不知道怎麼做 首先喝杯水 然後我們掩著自己的眼 當不知道他是39、40度 而看這件事 然後看一看這個小朋友 如果我現在是37度的話 究竟他跟平時有什麼不同了 首先就是剛才說的精神狀態 其次是呼吸 其次其次就是小便 小便是很即時的 因為近期有很多都是有吐吐 如果我們現在 譬如我現在這一刻 吐又吐又吐又吃不到東西 那我們會怎樣呢 腎臟馬上會拿緊我們的水 不放水 於是便是沒有尿 一般0至3歲的小朋友 特別是0至6個月 我們希望這條片至少好像一個手掌 這個手掌這麼大 在那個尿片上 這個手掌這麼大 在那個尿片上 比較重 4個小時至6個小時要有一次 如果有 那我們就安心了 即是身體的系統 是運行得很好的 小便都足夠的 即是說你現在開始吃少了不要緊 現在至少沒有漏蕩的 山中聽完好像已經收到很多訊息了 是的 因為我那個小朋友是現在1歲8個月了 他真的未能表達 就算是醫藥 所以經過洪醫生說完之後 都已經心定很多 謝謝洪醫生 謝謝 加油 拜拜 我想明天大家最關注的 就是這個疫苗通行症 就算打了針門的朋友 由明天開始有些什麼 要大家特別留意的呢 我們可以看看 明天就是24號了 疫苗通行症實行的第一天 即是說香港人明天開始 就會分為兩種前所未有的生活模式 有針卡和沒有針卡 雖然我是有打針的 但是什麼情況之下要展示針卡 什麼情況之下又不用呢 去街鋪或者街邊的便利店 又要不要針卡 一針還是兩針呢 好混亂啊 第一次實施當然有很多問號 不過不要緊的 想上通無阻 記得拆掉兩樣東西就可以了 最新版本的安心出行 然後還有電子針卡 或者紙本針卡 如果你是因為身體原因 打不到針的話 展示這個豁免證明書 也可以進入這個指定場所 很複雜… 我老婆一定聽不懂 要不這樣 我們模擬一下公公婆婆 平日每天走的路線 做一次 那就異名很多,好嗎 好…走吧 好… 一言無疑一下公公婆婆 平日最常去的商場酒樓 和街市買菜吧 出來了 24日開始 進商場要掃描安心出行 掃描會怎樣 罰錢吧,五千元,快點掃描 好… 慢著…你們有打針嗎 當然有 怎麼了?又想罰我們錢嗎 對,又要罰五千元 如果你沒有打針 幸好你們倆有打針 對,不然你這樣走到商場 甚麼都沒有做 發一萬元 幸好我們打針 現在可以去喝茶了吧 可以喝,我請… 雖然我們進商場的時候 已經掃描了一次 但來到酒樓 我們也要再掃一次才進去 掃好了,那我們現在 是否可以進去 探杯茶、點心 但聽說 24日之後 去酒吧、餐廳這些地方 都要反掃 沒錯,現在進入指名的處所 分兩類 一種是主動茶俠 一種是被動茶俠 主動茶俠 即是掃完安心出行之後 負責人就會反掃 反掃你的電子針卡 沒問題,就可以進去吧 沒問題…喝茶了… 但二人限聚,我怎麼辦 你自己喝吧 反掃的時候只要聽到 就代表已經接種疫苗 可以進去喝茶 聽到 代表二維碼無效 不好意思,不能進去喝茶 還有一聲 代表持有豁免聲明 也可以進去吃東西 記得吃完食物之後 就拿個安心出行出來 之後就按返回 證明了你 離開餐廳就出回商場 之前的人還擔心 出了餐廳 再特意去商場 檢查個QR Code 現在真的簡單方便很多 不用了,走吧 喝完茶之後 去街市買菜 24日之後 無論是政府核客 還是私人的街市 一律全部都要掃安心出行 進來這麼久 為何沒有人出我們針卡 對,明明在餐廳也有人檢查 我們針卡 現在分了兩種 一種叫主動茶客 一種叫被動茶客 一種叫被動茶客 被動茶客就像進商場、超市 百貨公司或街市等地方 你自己也進來 進來之後 負責人有權隨時在這個範圍中 叫你拿個電話出來 看一個安心出行紀錄 或者看一個打針的紀錄 就是這樣 如果我不拿電話出來 讓他檢查是否又要罰錢 真是聰明 是又要罰錢 又要罰錢 基本上24日之後 有打至至少一針 有針卡的話 去哪個地方都有例可循 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也不算很大 不過留意 疫苗通行證是分階段實施 第一段 即是由明天2月24日 到4月29日 這段期間最少要打一針 到第二階段 由4月30日到6月29日 18歲或以上人士 就需要打齊兩針才行 到6月30日或之後 如果你是接種了第二針 又足夠九個月 就需要打齊三針 有針卡的人都好些 但如果未打針 又沒有針卡的人 怎麼算好呢 那在現時的條例上 街邊的便利店 街鋪和室外的市集 都不是這個 疫苗通行證的適用範圍 應該只行街鋪 都能夠生活 有時候我都覺得 也會比較奇怪 例如我和太太 之前試過在一個商場 裡面的茶餐廳吃東西 我首先會在商場裡先打 然後其實茶餐廳 也是在商場裡面 那又要打茶餐廳 然後我吃完的時候 出回來 那當然我又第一時間 要說 離開的茶餐廳 其實我可能 我還在商場裡 買少許的飲品 他馬上檢查 怎麼算了 他馬上檢查 他趁你一按 所以你記得出回來的時候 就按回返回 回到商場裡面 這些習慣 好像生活上的習慣 以前是沒有那麼留意的 現在一走的時候 第一時間要離開 或者再去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 一看到那個位置 就要馬上檢查 反回 我想好像大家 把自己的照片放在社交媒體那樣 以前都不是很習慣的 是嗎 做習慣了就習慣了 所以手機也是 近日可能要習慣一些 密點按 你去哪裏 你不是先打卡 麻煩你安心出行 安心出行打卡 香港人的聲認力很強 是的 稍後回來 我們繼續會談談 疫苗通行證方面的問題 疫苗通行證明天實施了 未打針的朋友 有甚麼難題 沒有疫苗通行證 還可以去街鋪 本來還可以生活 但在現實生活中 有些地方真的不能去 像商場一樣 是回家的必經之路 那怎麼辦 所以有些指定的情況之下 法例規定是可以豁免的 即是你沒有疫苗通行證 也不需要被人罰 不如看看以下的情況 有哪些適合你們 可不可以經商場上班 或者回家 很多香港人住的屋苑 都是商場上的 上班和下班都會經過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算是合理便解 是可以豁免的 那需要隨身帶著住子證明嗎 當然法例沒有規定 一定要帶的 但如果你真的帶 那就無口非了 但如果你說不帶 你也可以把地址證明 拍在手機裡面 日後如果有執法人員 去檢查時 交給他看也可以 那是否要選 最直接、最近的路 才算是呢 根據陸律師的意見 現時法例沒有規定 犯屋企業選擇一條 最直接、最近的路線 不過若然選擇一條 較為迂迴的路線 就有機會被人質疑了 去商場裡面的餐廳 買外賣或者拿外賣 可以嗎 外賣哥哥拿外賣當然可以 至於市民 如果進去商場 唯一的目的是買外賣 或者拿外賣的食物 或者飲料 是可以豁免的 如果有外賣 當然還可以證明你的目的 但如果沒有 預先叫外賣 又怎麼辦呢 買了外賣 還有食物可以做證 還沒買的話 又怎麼證明呢 當然要看你的食飯時間 或者午餐時間 還有你去的地點 是那個路線 是否真的可以去到那個地點 當然 如果你兩樣都可以符合到 我相信執法人員 會接受你的解釋 是否任何食物都可以 西餅 雪糕便利店 野食 是否都計 所有食肆 其實沒有一個規範 當然便利店也可以 因為有些人 未必一定要買個飯盒 有些人可能吃素 他可能只吃沙拉 或者吃香蕉 去便利店其實也可以 去商場裡的店鋪拿貨 又行不行 法例豁免那些 進入指明處所的唯一目的 是交付或者領取物品的人 即是去超級市場運貨的工人 是有得豁免的 運貨工人的情況我明白 但如果我網購了一些貨 要去商場的店鋪拿 又或者我要去商場裡的快遞公司寄件 那又有沒有事 法例就定名了 提取一些貨物是可以的 換句話來說 如果你去商場拿一些貨品 或者去交付一些貨品 其實法例是容許的 法例說只有唯一目的可以豁免 那如果我進商場 去店鋪A拿貨 去店鋪B買外賣 兩個唯一目的 那算不算唯一 法例規定就說 一定要唯一的目的 但我們有時看法律 我們不是那麼僵化 因為為什麼 如果我兩個目的都是容許的 我一次過做兩個目的 沒理由是犯法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兩個一起做是沒有違法的 還有什麼唯一目的 是可以獲得豁免的呢 有很多的 例如去維修 去參與法律的程序 又或者去打針 買藥這些 還有一個就是合理辯解 例如什麼呢 我要停車場拿車 又或者我在那裡下車 我要回家 或者是要上班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些都是屬於合理辯解 法律都可以被潑免的 那去商場裡面的藥房 可以嗎 還是一定要去街店的藥房買藥呢 陸律師表示 雖然現時法例沒有明確列明 但是買藥應該屬於救人救命的一種 也算是合理辯解的 剛才都很清楚了 應該沒有什麼難題解答不了 你們兩個怎麼看呢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大家打針 真的這個 就是保障自己 保護自己的家人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不過當然 身邊有些朋友 有某些原因他們打不到 我通常都會跟你說 盡量小心點 少點外出 保障自己 還有自己家人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 除了本身真的有些身體的原因 打不到針之外 其實我覺得 希望大家在這個時候 都困惑了兩三年 有機會可以真的放下一些成見 因為你打針這件事 除了幫自己之外 最重要是幫身邊的朋友 父母 或者小朋友 大家可能每天 有時看到一些很不幸的消息 就會想 哎呀 他們真是很不幸 其實都很希望大家可以打了針之外 可以將這件事盡量度絕了 甚至乎沒有 就是不要發生了一些不幸的事的時候 才說 為什麼我當初不做好一點 是 有些外國的朋友 有聽到我們香港的情況 說你真是好 可以隨時預約都很酸 要排隊都容易排到 看回一些外國的情況 都不是說 某個年齡層是想打就打的 所以大家應該 我們要用你們這個權利 還有我們經常都說 有些人可能問 咦打完針不是代表不中的 都會中的 但是問題中之餘 你是減低你有還嚴重重症的問題 其實都是在幫助 希望減低我們醫療方面的負擔 沒錯 除此之外 其實如果打了疫苗 根據專家的資料所得 其實你還的機會少些 傳染給人的機會都少些 所以這個都是 屬於幫到身邊所有人的其中一個方法 除了疫苗之外 也有些人會問 中醫的角度又有什麼方法 譬如現在說 很多市面上的中醫的成藥 又是否能幫到手呢 又看看中醫的角度方面怎麼看 疫情史藥 令醫療體系備受壓力 很多輕症患者都會選擇居家隔離 但是從中醫的角度來看 有沒有什麼應對的方法呢 你好, 梁醫師, 你好 你好 我想問問在中醫的角度 你怎麼看新冠病毒呢 其實新冠病毒 其實都是屬於外感病而已 只是形態和品種不同 當然不是普通的外感 當然有分開輕症和重症 如果輕症的話 可能沒有很特別的病狀 例如有一點人疲累 頭痛很重 有一點含痛 還未有呼吸瘋的問題 如果有咳嗽或呼吸瘋的問題 應該是中等或重症 他們的共通性 其實都是較為濕氣重 濕氣重 很多時候 人會較容易疲 他沒有精神 不想喝水 睡得不好 帶電不太好 又出不了汗 為了幫助患者對抗疫情 中醫界都已不容辭 不少中醫師都免費贈醫師藥 其中衛員堂旗下9間的中醫門診 由即日起為所有首次認診的人士 提供免費視訟診診診 求診人士才開始致電門診電話登記 於註冊的醫師會以視像形式為他診診 醫師透過視像診診 病人怎麼個來 由於中醫中,診症需要看、聞、切、四診合 看是看臉色、看體型 問是醫師發問和切密 當然在視像診症中,我們少要切密 所以要在其他三個方面的加強 最重要是說得很清楚和問答得很清楚 這是可以補足的 看完症之後,醫師會根據病情開藥 第一劑還是免費 記得依照醫師的吩咐,按時煲藥 希望喝完這碗藥之後 大家都可以約到病徐,一起逆轉勝 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但我們依然看到香港人人性光輝的臉 好像昨天我看電視,有位女士住劏房 她知道自己確診後,特意不回到劏房 怕惹到其他十幾個人 在這麼冷的天氣之下,睡了三天 至於暫時沒事,而自己有能力的人 都是盡不同的方法 希望為有需要的人送上關懷 因為疫情無情,但人間有愛 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行業都陷入困境 飲食業更加首當其衝 不過在疫情的影響之下 很多食肆仍然堅守他們的崗位 令很多基層人士都得到溫飽 高小姐位於太子的齋譜 因為疫情的關係,做不到生意 但她仍然每天都會準備 大約二百個飯盒免費派給市民 我想問,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可能做不到生意 為何你會堅持派飯? 堅持派飯的原因是 有一天,坐在這裡就一天派 因為老人家天天來拿飯 他們真的需要吃,對吧? 或者他們一個人不方便 街市現在有這麼多東西 有時候是聾,也聽不到人說什麼 所以就盡我的能力去做 那你們每天的派飯流程又是怎樣的? 我很早就回來 跟徐司研究多做一些菜 然後做好一些飯,我們就拔 拔到那一刻就立刻去派丑 就知道我送糧了,然後就去做它 那飯口裡面會有什麼菜? 我們是直接的 所以每天我都要研究營養給他們 不是說只是一樣的 有時候南瓜、有時候蒲國、飯 有時候什麼,要有營養給他們 因為吃齋菜也要用不同的營養 去均衡 對…我們有不同的 那有沒有特定派對什麼人呢? 是否附近的街坊才有? 不是的,有些人從屯門來 有些人從觀塘來 他需要他自己來,我們就給他 你是不是住在這裡附近? 我不是,我住在食味那邊 我吃了他一年多了 他這個派飯很好,那些飯很漂亮 他給飯盒你有沒有幫助? 有 有 有什麼感受? 我不用擔心他壞飯吃 這幾天都不停收到很多市民的求助 他們都希望收到抗疫包 所以我們今天繼續行動 派出幾部車去香港的各區 連同一群熱心的義工一起派送蜜赤 你好,梁先生,你好 你好 想問問你,病徵,退了燒味 還有沒有喉嚨痛嗎? 喉嚨痛少了,不過還有幾聲咳嗽 家人也有一點 那現在家裡的蜜赤夠不夠? 蜜赤其實不夠 因為他一直都沒有人安排過送東西給我們 什麼都沒有支援,什麼都沒有保證 現在缺乏你普通乾糧 因為基本上三餐都解決不了問題 我一直都追衛生署那邊問 可以有什麼幫到我 他都說幫我 完全了解,完全明白你的狀況 我們希望你和你爸爸 慢慢可以早入康報 你好,黃先生,你好 是… 想問問你家裡的情況如何? 現在病徵其實也沒什麼 基本上有一點點咳嗽 即是退了燒,南麻黃先生 退了燒很久了… 剛才也放了一些物資 在你門口裡面的… 收到 對,有些口罩 謝謝… 還有快速測試 你們有需要可以用的 對,謝謝你 希望我們放在你門口的物資幫助你 希望太太也快點康報 從竹谷灣出來了 的士業界一直支援抗疫 最近更加有抗疫的士投入服務 為疫情出入分力 有善心人就捐贈了空氣清新機 希望他們開工也可以多一層保護 你好,John 想問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我們也知道 這個的士業界很支持這件事 作為抗疫的分子 我們也希望保障他們的健康 所以這次我們也捐贈了 殺菌消毒的空氣清新機給他們 希望跟他們打氣 好,那我們一起去派給司機吧 好,我們走吧 師傅,你好 想送一個殺菌消毒的空氣清新機給你 可以放在車上 保障你和乘客的安全 身體健康,要保重嗎?要保重 這裡有一點心意 這是殺菌消毒的空氣淨化機送給你的 是的,鼓勵你回來一起抗疫努力 謝謝你…一起努力抗疫 司機,大哥,你這次是公益活動 送一隻殺菌消毒的空氣清新機給你 放在車廂裡 保護乘客和保護你的健康,好嗎? 好… 那我放給你 加油…努力,繼續抗疫 可以打氣嗎?加油,繼續堅守 好… 好,大家保持乾淨,小心 我們別放棄冬天來了,春天萬會丸 不放,一定行 好,齊大哥,全結